詞曲 李宗盛 我那時候聽到小瑞絲講那一番話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裡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動的 然後果然我一回頭看 焦哥的眼眶已經泛紅了 因為一開始小瑞絲還刁他說 怎麼都很冷血啊都不會想哭這樣 那我還結尾說我覺得男生本來就會比較 哭點比較高一點沒有那麼容易掉淚 所以當我真的看到他掉淚的時候 因為我認識他已經有八九年了吧 他真的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哭過 所以我那一秒鐘我就是 我的心也很馬上就糾結在一起 我後來晚上我就有一家報社很好 有放到有我的照片啊非常的感恩 馬上下載下來然後就傳給焦哥 我就跟他說 你看我好像你媽喔 因為我在旁邊看他的眼神就是充滿著慈愛 然後因為其實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有講 但你們可能也不會聽到 就是我其實從認識焦哥那一天 我就覺得他是我認識非常非常棒的男主持人 他也是我見過最用功的藝人 他對於音樂然後流行資訊 甚至報紙他每一份都定 他每天都是不斷的在吸取各種跟演藝圈相關的各種資訊 所以我覺得這麼用功的藝人真的 怎麼會沒有相對這麼好的成績 然後我都一直替他報區 但是你看他 我昨天錄影的前一天我還跟他說 你現在怎麼樣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自己可以開心一下 因為我覺得以我當他的朋友 我覺得他這幾年總算是出運了 就是成績越來越好 然後非常非常的忙碌 現在你看所有記者會 只要是大咖 只要是被重視的一定是找黃子教 然後他也主持了金馬獎 他多想就是參與這種大型頒獎典禮 我覺得他都如願的 我說你有沒有做夢的時候也笑 他就說沒有啊 我說你可以 拜託你幾天晚上做夢的時候請笑一下這樣 結果沒想到他才就是事業這樣子起飛之後 就是2015一開始 就又給他一個這麼圓滿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對他來講 就是反正就很替他開心 我昨天我昨天在旁邊也哭了 他們兩個都哭了我也哭了 就是明明其實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的事情對我來講 是小時候發生的事情 我也是跟所有的那個 大家就大家一樣都是從報紙 然後甚至看節目 看百分百那個節目 我們都是我都是這樣看過來的人 所以我其實真的是在看戲一樣 但是我真的就被感動到 當場就流眼淚 然後很替很替黃子教開心 在這裡 甚麼 episode 是 有此一集 對 有這集 很 charismatic